因為現在是十月中 這個秋天的氣息是絕對超級適合來逛公園 形容這個公園有種異國情調的感覺 如果大家對公園有興趣的話 來到波蘭就記得 簡直是一個work-life balance 是不是 Hello 大家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公園 這個公園就叫Oleski Park 市中心那邊剛剛是搭Tram過來的 大概45分鐘左右 如果不懂駕駛的朋友 又或者不太喜歡駕駛的 你們在波蘭的生活 或者居住 甚至乎旅遊都不成問題 因為這次我們都是主要搭他們的交通工具 配到十分完善 只要你自己的電話可以上網 跟著Google Map的指示 根據當時等車的時間 就可以點到點到達你的目的地 因為現在是十月中 這個秋天的氣息 絕對絕對超級適合來逛公園 因為這邊秋天 它是四季分明 還有你會在公園那裡 你就會不單止看到紅葉 你還可以看到很多橙色 黃色 綠色 青色 紫色都有的 基本上是七彩顏色的樹木植木 不同的形態 這個自然的景象 是超級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 因為在香港 基本上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看到這個大自然的環境 我們今天就特地 想著過來這個公園看看 這個公園也挺有名的 它聲稱是一個法式公園 還有很多不同的溫室植物 就像我後面這座溫室的建築 裡面就有很多不同的溫室植物 這個公園也很值得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在等著咖啡 我們打算買一杯咖啡 然後就繼續 公園裡面 它也有一些不同的建築物 我都不太肯定是否有人住的地方 因為純粹是一些普通的設施 好像我後面那樣 有些小屋子 所以旁邊這邊就有些小河流 有些小河流 暫時剛剛開始走 我就覺得超舒服 而且很漂亮 超捨意的 這裡的感覺 它是形容這個公園 有種異國情調的感覺 它這個設計大概是法式的設計 但我沒有去過法國 我就不是說很識分 大家如果有去過法國 可以留言給我 覺得是否像法國 非常有趣 我不會覺得我們能夠持久 真的嗎 對 不太好 準備 咖啡 這個咖啡 是Latte 14SWAT 一杯 大概就二十幾元 二十幾元港幣一杯 那我們現在就 一路喝著咖啡 一路走這個公園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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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棒啊 冬天最優秀的最優秀 就是走用熱喝 到外面 嗯 這個簡直是秋天的最佳活動 一路喝著咖啡 一路欣賞著這個這麼漂亮的公園 那我們一齊看看公園先 乾杯 乾杯 這是日本 可能是部分 可能是一部分 一部分 一部分 這裡是一部分 這裡是一部分 對 這部分 我可能不太明白 好啦 那這個呢 我們現在就 原來除了法式的公園 還有設計之外 這裡有一個日本公園的風格 那 日本是不是這樣的 日本是不是 應該好像是 沒有 嗯 不知道 有趣 這個 裡面 裡面好像 這些屋 是有人住的 其實 I think they have a better garden I think so 你看到 裡面 有很多植物 對啊 裡面有很多植物 應該這裡這些屋 是居民 人家住的地方 這麼有趣 在公園旁 來的 這裡呢 就一定是他們住的地方 拍車的地方 好漂亮喔 他們的屋 這麼厲害的 這裡 這裡 簡直是一個 我覺得有點像 皇宮的感覺 有些皇宮庭園的感覺 你一站出來 就是一個大的公園 哇 好像這邊 哇 好棒喔 住這裡 好漂亮啊 還有好漂亮 真的很漂亮 好漂亮喔 我後面這一座 我估計就是他們這裡的辦公室 因為我看到裡面有很多文件夾 還有一些辦公桌 都很棒 而且很漂亮喔 他們做事的地方 簡直是一個 Work-Life-Balance 是不是 Grading 這次走這個公園 我們大概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當日是下午的時間過來走 如果大家都對公園有興趣的話 來到波蘭 就記得要留意天氣 甚至乎選好的季節 才好來波蘭旅遊 夏天和秋天的季節來玩就最好了 今次這個秋天的季節 就會看到很多不同植物 它的顏色不同轉變的程度 好幾乎 你怎麼會知道這個廟宇 這間廟宇的廟宇的廟宇 是很近的 我不知道 我可以読 打理花草樹木 但竟然是免費入場參觀 如果大家來到Gadance 都可以來這裡 放空一下 好像我們這樣買杯咖啡山角布 如果天氣暖的話 帶一本書來看也不錯